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也是做火锅的 也是不得爱吃火锅的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火锅 是我们四川一种酱香味的一种火锅 我们四川这个火锅分为几种 这种 今天这种是酱香味的 还是以那个酱为主了 加花椒跟海椒搭配 加各种香料 几十种香料我们搭配出来 吃点那个鸡肉感觉不到糟 炒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料就炒这个样子干了 炒干 炒香 麻辣味已经炒入味了 我们四川爱吃火锅 基本上就是相当于 每天都要吃一顿 中族没吃的话 晚上都要想吃一顿 没吃了一个火锅的话 就相当于感觉 混成无理的那个样子 这个火锅吃了火锅 感觉有相当于很有精神 那个火锅对于我们四川来说 没有这个四川这个特费的 这个麻辣味 心都反正失踪 还差点啥子味道 这个样子 我们四川吃这个火锅 由于四川的这个温度 比较 这个四川盆底的温度比较潮湿 然后吃了这个火锅 感觉就相当于 这个身体对这个儿子 血液循环啊 给这个儿子 对这个风势啊 它的还要少一些 加上我们四川人 喜欢就是这样的 下来聚餐啊聚会啊 那是少这个火锅都不得行 当成这个意思 聚餐的必备 二个是大家相聚 团聚 聚餐相争嘛 哄哄哄哄哄嘛 吃起 大家吃了这个火锅 加点这个啤酒的饮料啊 喝起感觉就算浑身 充满了力量的那样 我们吃这个四川火锅的 这个那个味点 用的是这个香油 香米辣 跟那个酸泥 然后加点香脆 双手 跟虫子 欢迎你到我们四川 这边呢 吃这个四川的 豆一,豆耳的 麻辣喂胖锅 吃伯v